台湾是一个建构梦想的好地方 这个岛屿有非常充沛的生命力 人和人中间有一种温暖 每一年夏天 鱼们在不同的城乡推出免费的户外演出 观众三万起跳 演出的时候秩序井然 演出后观众离去的广场上面 没有一张纸鞋 这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让我们觉得非常的骄傲 台湾是一个让人家放松的地方 心情烦闷的时候 我到台湾东部 去看无限广阔的碧蓝的太平洋 池上几百公顷的稻田 稻浪在风中翻飞 白云从山上慢慢的滑下来 如果你在台北 你开半小时车 你就到了海边 再半小时车 你可以上山参加原住民的活动 同时中间拐个弯 你还可以到故宫博物院看两幅画 作为一个颠倒梦想的艺术成作者 台湾是一个好地方 因为整个社会有充分的自由 你唯一的挑战是 证明你的创意能够走得多远 你的梦想能够坚持多久 一个没有梦想的团队是走不下去的 在混乱的时候 那个开始的初心一定不能忘记 我是云门五级林怀明 我在台湾 欢迎你到台湾来 大家学手 祝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